大家好,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依然是三场比赛啊 在看今天比赛开业之前的话,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 昨天咱们三场全部拿下啊,然后比分还命中了两个比分啊 3比0,曼城的3比0和黄马的2比0 昨天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成功啊 昨天拿下的这个三场比赛,两手比分 今天依然是周末的比赛,依然是带来三场啊 两场这个一甲一场西甲的比赛 好,首先来先来看一下第一场巴塞罗那和马金的比赛啊 双方都是这个西甲好门 巴塞罗那今年这个战绩依旧非常的出色啊 他们是29战23胜4平两负的这个战绩 现在排名在西甲第一啊 然后巴塞罗那也是他们这个本赛季整个西甲联赛 唯一一个主场保持不败的球队啊 这场的话刚好也是在巴塞的这个主场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巴塞在这个看点更多的情况下 面对到同样强势的马金 咱们来看一下马金这个基本面啊 马金的话也是29场比赛 18场胜利6平5负即60分啊 现在排名在第三 这个表现就是正常马金的表现啊 呃,近期的话 双方就是这个呃,近期交手的话 三胜三平四负啊 60%的一个不败的命中率 呃,60%的这个不败率啊 然后就马金的防守是一个特点 但是巴塞的进攻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 传导球也是他们的特点 但是这场比赛在正面看好的这个巴塞罗那的情况下的话 呃,合理开给到0.5 然后保持高档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就目前来看的话 巴塞罗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这场比赛 咱们这边的话 至少是看好巴塞罗那在主场是不会输掉比赛啊 这场比赛的话咱们看的是一个平和主胜啊 就是巴塞罗那赢 比分的话两个比分 1比1和2比1啊 这是第一场 这场的话也非常的清晰啊 今天其实咱们每天挑的比赛都非常的清晰啊 然后第二场A米和莱琪的比赛啊 A米的话现在是这个在联赛当中15场比赛 8平 呃,15 三场比赛15胜8平7负啊 积了53分 呃, 因为这个尤文图斯不是被这个罚掉了多少几分 十几几分吧 现在A米也是 呃,不是 这个被基德芬这个返皇回来以后 A米现在也是呃,退到一个第五名啊 不过A米的话 进个赛季这个呃,进攻他们一直打得不错 在我看来啊 然后莱琪的话 他们目前的话是6胜10平14辅啊 这个这个战绩比较差 也是在一甲当中排名倒数 呃,只比这个降级区高了两个几分 所以莱琪现在也是保级心切啊 这场比赛又是在客场面对到这个呃,联赛的豪门球队这场比赛 莱琪可能有点困难啊 那亚洲方面的话是给到了A4米兰一个球啊 在初期在初期这个一球 其实第一看了主队的情况下 呃,莱琪凭借的这个呃,输球 只能咱们跟着这个呃,跟着这个正向去去走啊 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的是一个A米赢下比赛 大家也可以去博一手这个让胜啊 比分的话是三个比分推荐啊 1比0,2比1和2比2 最后一场 尤文图斯和纳布勒斯的比赛 纳布勒斯今年这个状态非常好啊 因为这个 但是纳布勒斯这个欧联的表现 我觉得倒挺一般的啊 三场是在客场平了里斯本经济嘛 嗯,那尤文图斯的话 今年他们在三十轮过后以后 59分现在排名在第三啊 然后领先欧冠区域与外的队伍是6分 就是他们现在也是能踢欧冠的 呃,尤文图斯的主场依旧是很猛啊 毕竟人家是这个老牌豪门球队啊 然后这个赛季的话 也是在防守端做的也不错啊 30轮比赛17次零封的对手 所以他们在这个防守端做的也不错 啊,纳布勒斯近三场比赛的话 是两平一负啊 这个主场面对宝级球队 呃,维洛纳尔的话也是0比0 尤文图斯过去九场比赛 九个主场拿到了七胜两平 这个不败战机 包括这个呃,国米和拉切奥啊 这场比赛的画面到纳布勒斯 也算是一个一甲强队啊 纳布勒斯的话现在是 呃,75分的积分啊 这个排名第一领先第二名拉切奥领先了多少分 14分吧 拉切奥是61分领先14分 所以纳布勒斯今年的强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啊 呃,包括他们在联赛的中这个客场七连胜 这也是本赛季一甲球队客场最长的一个胜利这个记录啊 那亚洲方面的话是给到尤文图斯平手啊 呃,这个平手开出来以后 其实不能说是呃,合理 我觉得是有点明显有点高看于纳布勒斯 他高看于纳布勒斯的情况下 其实这种强强对话的情况下 其实尤文图斯不缺拉力点存在啊 所以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选择跟着这个呃 最初亚洲给的这个高看纳布勒斯走啊 这场比赛的话 咱们看好的是一个纳布勒斯啊 这场比赛的话 双方也是呃,这场比赛 大家也可以双选一下平和负啊 比分的话是1比1或者是1比2啊 双强强对话 这种1比1比2的这个比分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啊 那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那今天这个三场啊 这个巴塞罗纳和马金的话 咱们看好的是一个巴塞罗纳的一个不败啊 比分的话是1比1,2比1 呃,第二场 12点的A4米兰和莱切的话 是看好的A米主胜或者是让胜都可以 比分的比分的话是三个比分啊 1比0,2比1和2比0 然后2点45的尤文图斯和纳布勒斯的话 咱们看好的是纳布勒斯在课场能够保持一个不败啊 比分的话是1比1和1比2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咱们看好的 感谢观看